我們除了說可以在我們的表單裡面用文字欄位 那當然也可以用一個假設我今天需要一個什麼下拉清單 那下拉清單的形式你可以是list的 也可以是那個下拉的 就是可以是單欄的也可以是多欄的 那我要怎麼做呢 底下有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demo 這個地方的話分成兩段 一段是前端的程式 特別是縫到縫有沒有 這個部分的話請你把它貼到body跟body中間 然後另存一個檔案名稱的話就是PHP底線 縫3 副檔名是.htm 網頁都是htm 那動態網頁的話就是PHP 最後的話 顯示出來就是 假設他丟一個 比如說你今天他有這麼多個 那丟過來的話我們先來看一下最後完成的 這個地方我把它demo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方打開來 那他就選了一個比如說apache 然後按送出 OK 接收到什麼 Linus 0 傳過來的item 等於Linus 所以傳遞過來我看一下 這個地方 城市部分的話 那我這邊是items 他丟過來的是什麼東西呢 items 這個地方的話主要就是說我要怎麼樣 讓它run起來的時候 假如說呢 我們最後run起來之後呢 當他選一個比如apache 按下送出的話 他能夠接收到 並且顯示什麼 您 您學會的項目為哪一個 就是把那個項目給抓出來 這第1個 第2個的話 我們就是把它改成 多選的 因為 在那個選單裡面當然你可能不止這些啦 你可能很多個 那如果說你今天 多選了 那有沒有辦法按送出的話 可以顯示 他選的 超過一個 可能選了兩個 兩個要選是一起選是 不能說你選一個 選兩個只選是其中一個 那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範例3 是單選 範例4 是多選 OK 如果我今天送出之後 選了其中一個 PHP 送出 你選的項目 你學會的項目為PHP 這個是單選 他傳遞過來一樣有用get 所以這邊有items 接收到的話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項目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前端的那個 那個表單部分 我們用的是在那個表單工具裡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表單裡面的話呢 往這邊看一下 這邊有個什麼 選取 清單 這邊有個 這邊選舉清單 選舉清單的話呢 你把它 它叫 它名稱的話呢 第一個當然你就是 在這裡先插入一個表單 外面會有紅色虛線 在裡面的話 輸入幾個字 您學會的項目為 然後再有一個選舉清單 那選舉清單 特別注意喔 裡面的設定 如果你加入這個選舉清單之後的話 它可以讓你做幾件事 第一個 它預設的話呢 可以是選單 有沒有 也可以是清單 那我們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選 把它改成清單好了 因為如果你選單的話呢 它就是變成說 只有單一個 可以選取 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高度 這邊是4 有4個 但如果改的話 你可以這邊可以去做修改 看你要放幾個 再來的話 裡面的池 你可以從清單池裡面 去新增 比如說這個是 它的項目 它的池 項目池 你可以 在這邊 用加號減號去做新增 或刪除 再來的話 其他的部分 大概就名稱 它的那個名稱 將來你要送出去 給 PHP的 另外一個動態網頁 它要能夠接收到 透過什麼 透過get 你必須給它一個 什麼id 它的名稱 這個地方的話 你不能 寫錯 不然會接不到 然後 其他大概都差不多了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它有一個什麼 slate name 它的名稱在這裡 一定會有個什麼 結束的slate 有沒有 一個頭 一個尾 然後 特別注意 剛好同學問一問 Enter 它會變這麼快 Enter的話 它直接叫一個p p的話是換段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 假如說你要換行的話 記得是shipp加Enter shipp加Enter 它的那個 標籤是什麼 BR 有沒有 如果你是Enter的話 就是一個p p是一個段落 這兩個不一樣 一個是段 一個段落 這個是 一行 OK 所以是強不分行 強不分行的話 是shipp加Enter OK 然後呢 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就加上 最後把它送出 送出之後的話呢 PHP 3.PHP 這個把它接收到 那它怎麼接呢 一樣的方法 跟剛剛類似 第一個呢 就是要出現什麼 您 學會的項目為 所以這邊有一個 A口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把 接收到的東西 我們是因為丟 丟過來的東西 是get 用那個messor 是get 所以我們也透過 get的方法 然後呢 給它一個名稱 items 這個時候就可以接收到 它 哪一個項目 不過 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呢 就是說如果你是多選的話 像剛剛這個地方 多選來看一下 多選 選一個 按Ctrl鍵 兩個 三個 因為它可以接收mati 但是你按送出的話 會怎麼樣呢 你學會的項目 不對啊 我明明選三個嗎 那你怎麼只有給我一個呢 所以這邊會有問題喔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的話 就 必須要 改成 多選的 那可是問題 多選的話 要改哪些地方 才能夠多選 比如說你可能一個清單 你要把它全部 通通都 找到 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需要一個正列 因為呢 把你選的 因為你如果 變數只能 放一個東西 所以呢 你如果選一個字串 就放一個字串 但如果說你是一個正列的話 它可以把什麼呢 把你多選的 放在一個正列裡面 然後丟過去之後的話呢 再利用回圈 把裡面正列裡面有幾個項目 一個 一個 的把它抓出來 並且繡在什麼 繡在後面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第一個就是說 清單 元件裡面 那不過這裡我們只有抓 一個喔 如果你要抓 兩個以上的話 該怎麼做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就清單元件的使用方式 好